戴上虛擬墨鏡 对着镜头用可爱的童言童语 学周杰伦讲话 两岁的小周周准备要上学了 让妈妈昆凌好紧张 我希望她在一个很被保护 跟很健康 跟很正常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学校还在评程中 外传周董夫妻 向重的就是这一间 位于士林区的台北欧洲学校 不少明星家长也都送小孩去念 士林区UBC 同时考上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 及美国纽约大学的杨凡千金 Agelina就是这一所学校毕业的 未来我们不要讲国中高中阶段 未来她走这个什么 Cambridge 什么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等等之类 机会当然就好很多 但很难想象台北欧洲学校 居然也有所谓的后段班 而被分配到后段班的学生 考试就算考了100分 也只能拿到C 但因为该校以学生 视性发展为主要教学理念 成绩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相较日桥学校没有进行分班 与台式教育教为相近 但就有教育专家认为 这些外桥学校比起台湾学校 更重视小孩的生活文化教育 不过台北欧洲学校 注册费加学费 一年要交六到七十万元 恐怕想让小孩进去 家长要口袋够深才可以 记者陈时链学校方台北报道 居住室 底下 就可以了